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20号调低33点子到了7.1192 创下了自去年11月23号以来的新低 随即在按价跟离按价分别跌破了7.26跟7.28的关口 都达到了7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中国人民银行放宽对中间价的控制措施引发了市场的猜测 普遍认为人民币短期之内仍然将继续走低 但是不会出现大幅的贬值 综合媒体报道 瑞西银行亚洲首席策略师张建坦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6月美联储汇后声明偏向鹰派 预示美国短期之内降息无望 这使得人行很难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不降息 他进一步指出 这两天中间价的变动显示出一些引导汇率贬值的意图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资行交易员告诉财新表示 前一天人民币及其汇率跟中间价的下限非常的接近 如果人行不是当放松中间价 汇率可能会直接触及到跌停板 招打银行经济学家刘洁认为 确实有迹象表明 人行可能略为放宽中间价的下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汇政策立场的根本性转变 他说人行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将保持汇率的稳定 放松外汇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要应对分红购汇需求增加的情况下 来减少供需失衡 他预计人民币在第三季度将会继续的承受压力 可能会测试7.3的关口 但是不会大幅偏离这个水平 本周早些时候有消息指出 由于近期经济数据未达预期 北京可能放弃不放松货币政策的态度 允许人民币渐进式的贬值 随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 强调官方坚决防止汇率超条 一些分析师指出 人行目前正推动汇率贬值 但是要说政策改变仍然为时尚早 允许汇率贬值可能有利于某些经济领域 但是也会对外国投资者的情绪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层面 近期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 未能够提振市场信心 进一步地压低了人民币的汇率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中国二季度GDP同比增长6.3%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增速不错 但是实际上却低于预期 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 这个数据显得更加的不利 与此同时 消费者物交指数CPI跟生产者物交指数PPI 都显示出通胀压力降低 这也为人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来提供了空间 瑞瑞银行的张建泰说 经济数据的疲软使得市场对中国政府 可能采取更多的刺激政策的预期提高 这在短期之内对人民币构成了压力 他也指出美联储的鹰派立场 不仅影响了美元的强势 也进一步地挤压了新兴市场的货币 包括人民币的走势在内 此外 全球供应链的变化跟地缘政治风险 也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影响 随着从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 许多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考虑供应链的布局 这些变化可能会进一步地削弱人民币的需求 进而对其汇率构成压力 渣达银行的刘洁则强调 虽然短期之内人民币可能会继续走低 但是不应该过于悲观 他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坚定 并且政府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汇率的波动 人行在必要时会采取措施来稳定市场的预期 包括通过外汇储备来干预市场 而政策的层面选择也是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 自2023年初以来 人行已经多次透过公开市场操作 跟下调层款准备金率来释放流动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流动性压力 然而由于美联储持续的加息 中美利差进一步的扩大 这也让人行的政策选择变得更加的复杂 瑞瑞银行的张建泰指出 在全球利率分化的背景下 人行需要在维持内部经济稳定 跟对外汇率稳定之间来寻找一个平衡点 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 而中国经济又没有办法完全的恢复 那么人民币的压力将会继续的存在 市场反应方面 投资者的避险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美元的强势 尽管全球经济前景不明 但是美元作为主要避险资产的地位未受影响 这也进一步的压低了 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的汇率 一位外资行交易员透露 市场对于人民币的预期已经转向保守 许多投资者开始减少人民币资产的配置 转而投向更具避险特性的美元资产 这种资金流动的趋势在短期之内难以逆转 除非中国政府能够推出更有力的政策 来提振市场信息 总体来说 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包括了国际经济环境 内部经济数据跟政策的选择 未来人民币是否能够气稳 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应对这些多变的因素 以及市场对齐政策的反应 尽管短期之内 人民币可能会继续地承受压力 但是长期来看 随着政策调整根经济的恢复 人民币汇率有望逐步地回稳 人民币未来的走向 也可以从中国人民银行行转潘工胜 近来的表态来窥之一二 彭幕社报导 潘工胜面对着一叠厚达172页的书 书中的一段隐秽引言出自于习近平之首 正是这段话 勾画出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未来蓝图 三个月之后 这个蓝图开始逐渐地显现 19号潘工胜在一次演讲当中 做出了最明确的表态 表示央行正在研究在二级市场上 交易政府债券 这将成为调节流动性的一种新方式 这不仅是对习近平在去年 金融政策会议上的指示回应 也是对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相的丰富回应 潘工胜的这个表态 引发了市场的热烈讨论 毕竟中国人民银行的每一次政策变动 都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 这次他们不光是要在二级市场上交易 政府债券 还暗示了可能的利率体系变动 潘工胜表示 央行正在考虑转向使用单一短期利率 来引导市场 并且缩小允许市场利率波动的区间 来发出更明确的政策信号 这些措施都旨在完善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利率 跟货币的技术工具 尽管如此 他们并不一定能够解答 中国当前面临到的棘手问题 比方如何在家庭跟企业 不急于借贷时来支持经济 或者是如何在不削弱经济的情况下 来降低借贷的成本 金融巨头们在潘工胜的演讲之后 纷纷的发声 标普全球首席亚太经济学家路易斯认为 这是中国货币政策框架 渐进式改革的又一步 他形容这将使中国的经济政策框架 更为简单 更为透明 更加接近大多数 已开发经济体实施的行业标准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这么的乐观 汇丰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诺伊曼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的债券交易 是他们对整个利率区限进行 为观管理的又一个工具 类似于日本央行的直利率区限控制策略 这样的策略可能带来更集中的控制 但是也增加了政策事务的风险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一些分析师预测 中国人民银行可能会逐步淡化其主要工具之一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的作用 自十年前推出以来 MLF已经成为了央行向经济注入资金的主要管道 然而近几个月来 银行对这些资金的需求已经减弱 因为银行之间的借贷成本变得越来越便宜 彭博社在最新的报道当中指出 中国将人民币每日中间价设定 在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显示出中国政策制定者正在放松对人民币的控制 这个举措出炉之际 因为交易员压住美国利率将在更长时间之内走高 美元也正逼近今年的高点 在岸人民币汇率跟里岸人民币汇率都跌到了今年来最低的水平 潘工胜在陆家贼论坛上的表态进一步地掩饰了这一点 他表示随着其他经济体今年转向降息 货币政策还有更大的放松空间 潘工胜指出 美元的升值是投赠在降落 这将有助于保持人民币的稳定 并且扩大中国货币政策的空间 在这一系列政策变动当中 市场的反应是迅速而敏感的 路透社报导指出 外汇政策的变动显示出了 中国官方可能很快会放弃抑制宽松货币政策的态度 外汇市场上 人民币汇率在复杂的形式下保持基本稳定 潘工胜在陆家贼论坛商业表示 中国将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当中的决定性作用 但同时将强化预期引导 坚决防范汇率超条 市场关注的6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在20号公布 虽然此前人行缩量评价续作中期借贷便利MLF 并且预示6月的LPR调整的几率不高 但是机构分析指出 考量到下半年的经济形势 降息仍然有必要 只是时间可能会往后延 然而 这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不仅仅限于货币市场 中国股市近期也受到了影响 外资连续8个交易日抛售A股 总计卖超大约300亿元的人民币 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最长的抛售期 彭博指出 贵州茅台成为了此波外资出托的重点 导致这一家高端白球品牌的股价连续下跌 总体来看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随着人行逐渐放松对人民币的控制 并且采取更灵活的利率政策 中国经济将面临到新的挑战跟机遇 人行的每一步都将受到市场的密切监视 每个政策变动都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如潘工胜在演讲当中所说的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时间跟耐心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需要在稳定跟改革之间找到平衡 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跟发展 毕竟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全球经济来说 这都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试验 唯一的选择就是前进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高调敌访越南 普京刚刚访问了朝鲜 并且跟朝鲜签订军事互助条约 朝鲜跟越南都是中国的邻国 普京远到访问 是否要跟中国争强影响力 值得关注 发广报导 俄罗斯总统普京离开朝鲜之后 对越南进行每几天的股市访问 越南是俄罗斯武器的长期盟友跟忠实的买家 河内跟莫斯科之间的友好关系 可以追溯回苏联时代 几十年来 苏联培养了越南共产党的干部 其中包括了独立支付胡志明 他在1923年首次访问俄罗斯 越南战争期间 苏联向其北方盟友提供的武器 战斗机 坦克跟数千名的士兵 来回应支持资本主义南方的华盛顿的直接干预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在1980年代转向市场经济的越南 继续享有正面的形象 2012年 越南将俄罗斯提升为特殊战略的伙伴 这是继中国2008年 美国2023年之前的最高合作水平 越南是普京今年3月连任以来访问的第三个国家 仅次于中国跟朝鲜 普京上一次访问东南亚的国家 可以追溯回2017年亚太金河组织IPAC峰会之际 法新社引述国际维基组织中亚反思项目副主任解释说 这是俄罗斯总统展示自己 也拥有越来越多经济跟政治盟友的机会 在西方的制裁下 拥有一亿居民的越南对于俄罗斯来说 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 特别是因为两国之间的贸易额 在2022年为35亿美元 仍然远低于越南跟中国之间的水平 1750亿美元 或者是美国的1230亿美元 越南官方媒体援引 俄罗斯驻合内大使19号表示 普京的访问将改善投资 技术、能源跟安全领域的合作 越南还是俄罗斯军事装备的长期客户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1995年到2023年之间 从俄罗斯的武器进口额达到了76亿美元 占了越南海外采购总额的80%以上 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名誉教授赛也估计 在南海紧张局势的背景下 如果自2020年以来我们看到了经济放缓 那么两国之间在恢复军售方面 具有共同的利益 越南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 但是欢迎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对象普及 可能会遭到西方伙伴的反对 但是越南的外交政策增询灵活的原则 力求避免跟任何大国有过于密切的联系 在中美在亚洲展开竞争的背景之下 河内打出了务实和谨慎的牌 这也被认为对于经济有利 但是专家认为乌克兰战争使得这种平衡行动 变得更加困难 越南没有参加六月中旬在瑞士举行的 首次乌克兰和平峰会 普京在PCV报纸19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 也赞扬河内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平衡态度 分析指出河内还可能寻求莫斯科的支持 来加入金砖国家集团 另外由于越南跟中国曾有南海争议 越南跟俄罗斯走近 可能也会引发中国的警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镜新闻台的明镜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介绍 香港南华早报专访 中国知名法学家贺卫芳教授的报道 深入探讨贺卫芳教授的退休生活 及其对中国法治的建计 贺教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退休教授 曾被外交政策评为全球一百位思想家之一 他在专访中回顾了自己教授生涯的成就 并对中国法律体系的演变 及未来提出了深刻建计 此外他还强调了保护民营企业的重要性 并分析了当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反思的对话 绝对不容错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贺卫芳迎李克强至习近平长江黄河倒流 但最终仍回归东陵 贺卫芳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退休教授 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思想领袖之一 201年 他名列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一百位思想家之一 因其坚持司法独立的理念而备受关注 此次访谈首次于南华早报Plus刊登 为我们揭示了贺卫芳退休后的生活 以及他对中国法律体系的深刻见解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和卫芳在去年7月正式退休 结束了他卓有成效的学术生涯 当被问及退休后的生活时 他表示 尽管从教室岗位上退下来 但生活依然充实且有意义 和卫芳目前仍在指导三名博士生 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西方法律史 特别是大宪章不同版本的演变 英国法律职业的早期发展 以及普通法如何在13个殖民地 适应之前的环境等领域 他鼓励学生进行这类演作 愿为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法治的运作 尽管他们不一定直接应用于中国 和卫芳坦言这课告别课堂 让他感到誓言 因为当今大学教师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法律和宪政的学者 他的评论经常与当局的立场相作 这使他的教学环境更加挑战重重 尽管如此 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充满了自豪感 对他所觉和所教的学科在中国未来的意义 保留坚定的信念 何卫芳在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任 较近40年 他深刻见证了中国法律体系的变迁 1979年中国颁布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这是改革开放后的首部法律 随后中国又推出了行政诉讼法和民法通责 这一系列法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向 这让何卫芳和他的同事们感到无比兴奋 然而何卫芳也指出许多立法并不符合法治精神 他亲自参与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 但最终未能成功 他与同事们提出的将人民法院名称中的人民二字去掉的建议 引发了巨大的轩然大波 几乎成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 最终这一建议未能通过 从那一方感到自己越来越敏感 深切体会到法治变革与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改革是密不可分的 何卫芳认为2008年是中国随后许多政治变革的起点 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元年 当年3月西藏发生抗议活动 5月四川发生大地震 借助品质的质疑被当局打压 8月北京举办了夏季奥运会 激发了许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些事件标志着中国政治开始转向保守 此外何卫芳一直强调要关注文革历史 认为这对中国人至关重要 稍有松懈 文革情绪可能卷土重来 包括对私人企业的偏见和歧视 党已完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但禁止对其进行研究 使得很多下一代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 近年来最高领导层多次强调保护民营企业 何卫芳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他认为物良好的市场经济 政府必须严格保护公民的财产权 经营自由和契约自由 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出现了被抬斥多年的企业家阶层和民间资本 这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现今中国经常在没有公开听证会和公平审判的情况下 出现巨额罚款和其他惩罚 这种情况无法建立真正的法治 何卫芳认为 应从根源开始完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 何卫芳在法学院任教40年 抬养了许多中国著名律师和法律学者 他观察到几十年来学生的法律观念逐步深入 但中国的问题是一些受到广泛关注的重大案件 在司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基本的公正处理 例如在薄熙来周永康等高官的审判中 法官和律师本来可以在法庭上认真讨论一些系统性问题 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这些审判无法探讨这些问题 相较之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和卫芳的职业生涯初期 大学校园在意识形态上比现在更为自由 那时仍然对文革的灾难和人权创伤 记忆犹新 对历史教训的反思也更加深刻 但近十几年来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似乎有所下降 这完全是当局晋升的结果 和卫芳经常参与国际交流 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大国领导人会面 对美国日本等国进行学术访问 他认为这种双向交流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只有亲自到场才能准确观察西方体系 和卫芳认为 他作为学者的角色与党员的身份并不矛盾 他首先是一名法学教授 必须运用法律知识和逻辑来分析社会问题 并提出建议或批评 这是一个学者的职责 这与他作为党员的角色并不冲突 如果中国的法律体系未能朝主和卫芳期望的方向发展 他认为中国的律师或法律学者 可以选择乃兴等待黎明 虽然当前的年轻学者面临发表论文 和承担各种国家研究计划的压力 但他相信倒退的事情不一定会持续太久 从大致来看 未来依然充满希望 贺卫芳最后引述中国前总理李克强 生前最后公开讲话 他说不要以为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有的是否是倒流 但从大事来看 他们还是向东流 这篇访谈让我们看到了 贺卫芳对中国法律体系的深刻见解 和他对未来的期许 他的观点不仅反映了他对法治的坚定信念 也揭示了中国法治道路上的挑战和希望 微信遭封号 地被刑拘 贺卫芳就是死也要走在人的大路上 检视贺卫芳的经历 他的直言不会让他成为北京当局的眼中钉 他的微信账号在中共建政70周年前夕 被永久封号 还有他的弟弟贺卫芳 因涉嫌非法持有恐怖主义物品罪被刑拘 贺卫芳微信账号的封建 官方给出的原因是传播恶性谣言 究竟是什么样的谣言 官方却未提供具体的证据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他多年前的文章《国家和我》 这篇文章探讨了国家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过去正是这种深刻的批判触弄了当局 此外贺卫芳多年来对纳粹化倾向的批评 也再次被人们提起 这位学者曾指出 德国唱的红歌和我们今天唱的红歌非常相似 这种纳粹化的倾向令人不安 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贺维彤被捕的消息 杨华峰律师在网络上发文称 贺维彤仅仅因为转发了一条ISISF平民的小视频 就被东城分局以非依法持有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物品罪刑拘了 严律师指出 这种罪名很容易成为口袋罪 因为普通人难以分辨什么是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正如网友所言 这是一个把所有不顺眼的人都可以放进去的罪名 贺维方虽然被封好 但他的影响力并未消失 纽约时报2018年时也曾经访问过贺维方 他坦言 现在他连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都变得很困难 他对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感到震惊 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助级那么快 修宪的内容包括扩大一个反腐机构的规模 该机构可不受法院和律师的约束 直接拘押官员 国家原来的司法制度的权威被大大的弱化 贺维方还朗诵了一位北京诗人的诗句 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讲话不许笑还有一个不许动 这似乎成为了当前时代的真实写照 报道中提到对于贺维方来说 他可能是中国最著名的法学教授之一 但同时也成为了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 过去他在大学的讲座曾经人山人海 如今这些学校已经不能再邀请他 报纸不能提到他的名字 他在专栏文章也无法刊登 由于受不了审查的骚扰 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在中国互联网上发声的尝试 他在新浪微博上的账号已停用 但仍有近190万粉丝 贺维方属于中国最有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 这个群体发现他们在一场政治风暴中被迫缩成了一团 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 中国突然把矛头转向倡导政治多元化和在法律上限制中共权力的人 习近平重申中共广泛的控制权 立法机构取消国家主席的两界任期限制 为不容挑战的统治铺平的道路 贺维方说就连他都对修宪的大胆感到震惊 贺维方的一些朋友以及至少一名学生因政治和法律主张遭到监禁 一些学者开始选择沉默或移居国外 曾经与他志同道合的学者现在也开始称赞习近平的威权作风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一股向往威权主义的潮流 为贺维方在国内的批评者助长的声势 年逾60岁的贺维方表示 生活以教会他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国家的政治发展 他的职业生涯反映了过去40年中国自由主义改革者的曲折道路 从上世纪80年代的乐观 约逆80年代的乐观到出现逆转 以及在习近平领导下加速雪崩 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 最近的发展给了一个很大惊觉 就是说要做事情都不会那么容易的 他说尽管在中国新闻媒体中遭到封杀 他在学生和律师中仍有很高声望 他依旧被允许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法律史和比较法 他说北京大学比中国的其他许多大学更能容忍特立独行者 在接受本文采访时 一名学生在耐心的等待与他握手 在另一次采访中 一家法律出版社的编辑们像对待老朋友那样欢迎他 他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有许多追随者 但现在当然受到了压制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法学学者爱华说 他研究中国人权律师与贺卫方相识有一五年了 但我认为他是在更长远的历史轨迹中看待自己 认为自己是不计后果仗义直言的中国学者之一 中国自由主义的异见传统 在上世纪七零年代末突然从暗处走了出来 当时中国刚从毛泽东统治末年的动荡中恢复 对个时代留给他的伤痕很深 他出生在中国的山东省 父亲贺传又是一名医生曾在军队里工作过 贺卫方教授称 他的父亲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迫害之中 1970年切断腿部动脉自杀 十年前极具野心的政治人士 薄熙来开始在中国西满城市重庆 复兴毛泽东时代的歌曲和言论 激起了贺卫方对往事的回忆 2011年贺卫方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谴责薄熙来到红色复兴 四年 薄熙来因一桩丑闻倒台 这令贺卫方感到振奋 但他表示对毛泽东时代的危险的怀旧情绪依然存在 我小时候 家门前的一堵墙上贴满了大字报 指责我父亲是反动派 他在一次采访之说 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悲剧 不能容许他再出现 1978年 在中共的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重启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之后 贺卫方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宝贵机会 他本打算学习中国文学成为一名记者或作家 没想到他被派往重庆学习法律 18岁的贺卫方在那里受到了邓小平自由化改革理念的影响 当时法治和民主问责思想开始流传 那是一个乐观的时代 他说当时感觉中国社会是在慢慢融化了 贺卫方开始对法治等西方思想 如何在中世纪兴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前往北京继续学习法律史 当时的人们更容易想象 共产党会演变成一种更开放的政府形式 他于1984年加入共产党 至今仍是党人 当时你没觉得自己必须在党和民主之间做出选择 因为党的领导人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他说当时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 随住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始收缩政治宽松政策 学生和自由派学者要求更快的进行改革 1989年 学生抗议者占领了北京的天南门广场 贺卫芳也加入了喧闹的人群 但在那一年的6月4日 一位朋友往敲他的宿舍门 说士兵进城了 贺卫芳说 他在自己所在学院的地上看到了五巨倒在血泊中的尸体 对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来说 接下来的这些年是重新思考的时刻 彻底改变中国的一党制似乎遥不可及 贺卫芳等法学专家 开始讨论如何在有限的范围内鼓励进步 特别是通过促进司法独立 传播法律权利的思想 我们假设是我们可以不去碰政治体制 其他的重大的方面改革 他说这里还是可以进行推动的 因为它是不那么意识形态化 1990年代 贺卫芳成了这种法律思想 在中国最响亮的支持者之一 2003年 他支持了一场成功的运动 呼吁禁止拘留和驱逐被认为无权住进城市的移民 运动的领导者包括贺卫芳的两名学生 这个案例成为中国人必用法律促进政治变革的一座希望的里程碑 当时在传播自由主义思想 没有其他法律学者的作用比他的还重要 曾是贺卫芳学生的运动领导者 腾标在他现居的纽泽西州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 他最重要的特色是他的演讲 全国各地的演讲 他的口才非常好 幽默 非常受欢迎的 但即使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这种法律行动主义的突然崛起 也曾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担忧 2006年 贺卫芳在北京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表了直率的言论 谴责共产党不受法律约束 他的评论泄露到互联网上 引来了斥责和官方压力 自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 各位方和其他不愿低头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更大的压力 但他表示他准备等待 知道他可以再次在中国巡回演讲 去年年底和朋友聚餐时 他背诵了我们都是木头人 这是一位北京作家的诗 他说这首诗浓缩了时代精神 我们都是木头人 不许讲话不许吓 还有一个不许动 客卫芳朗诵道 我就是死也要走在人的大路上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